文化社区级青年部长唐振辉 呼吁年轻人积极协助克服 导致世界日益分化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不断变化的文化身份认同感 可持续性和代际鸿沟等问题 唐振辉是在南洋理工大学出席 年度青年区域事务对话会时 向在座的60名亚洲青年领袖发表谈话 并提到这一点 他也呼吁年轻人抓紧区域所给予的机遇 为期一周的对话会将举行到星期天